校園屋頂上好幾名工人 飛沿走壁 拿著建材走來走去 但仔細看完全沒有防護措施 附近大樓居民看得心驚膽跳 高雄市古山區一所國中 正在進行太陽能板安裝工程 沒想到被直擊 工人們不但沒有綁安全繩索 也沒有鋪設安全網 直接在五層樓高的校舍屋頂作業 要是摔下去後果不堪設想 查到違法的情勢 四月份勞工局三次到學校檢查 但都沒有查到違法狀況 不過畫面會說話 勞工局將要開罰 勞檢處將依行政程序 來追究雇主的責任 依法來採取雇主三至三十萬元的罰還 而現在校方也承諾 嚴格監督廠商遵守相關規定 勞工局也呼籲雇主務必落實管理責任 防止意外發生